同样是泰山的消息要带您看到的是在明治路二段136项18弄旁边有一块闲置空地 那么当地的里长很希望可以把这一块闲置空地加以绿美化 因此就特别拜托了这个宋明宗议员到场来研议 那么到底这个会刊过之后的结果如何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了解 泰山区明治路二段136项18弄旁的闲置空地 有里长希望能够将这块地以绿美化方式来试做 特别请托议员寿命中与相关单位到现场进行研议 提升居民生活舒适性还有环境的品质 居民里民一直在反映 说可不可从这块地把它绿化 结果是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向他们请示 尤其现在市府正在推行立家园 就拜托我们公所以及议员还有吴立委的秘书帮忙 吴立委帮忙把这里的环境给它改变 经由警官处评估之后发现整个山坡地太过陡峭可能无法解决 但是议员还是希望能够在山坡地的下方建立一个人行步道成为民众的休息地方 那因为经过警官处来建议说整个山坡比较波朵 那整个波朵的问题的话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我们希望说136项我们Spa Lone 的人行步道能够串通的一个安全性的步道 让这边整个平的地方能够来做一个休闲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所 那经过我们都会看到可行性非常大 那我想第一个能够防止整个一个整个杂草杂生的安全性 包括现在很多蛇类都跑到屋子里面 那第二个可能这整个环境的干净的方面 整个做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公园场地 相信之后改善工程完工之后 能够提供给当地市民享有绿活及乐活的优质生活环境 永家乐新闻泰山采访报导